明鏡 chính 各位 bowl 請你先掃Q kids 不是說我們剛剛跟各位說的 今天你的演講主題是由各位評定的 所以請你介紹一下 然後請你 好 掃到這邊 趕快掃到這邊 好 各位在掃一碗 來 先打個招呼來 各位同學我來 來 好 今天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我們利用我們夜間的時間 很安很安 好 現在請到我們 學生院政務委員 我們談夢政務委員 能夠到陽明來 給我們做一場洗禮 這個洗禮呢 應該是智慧飄駕 剛剛開玩笑講說 這個是搖滾區 有沒有交錢 沒有 沒有交錢我幹嘛做錢 好 好 下早就要站太多時間 我們行政務委員 他的所有的資料訊息呢 其實大家都可以問我 我對他的資訊呢 其實在某些程度的 很大的資訊 跟點不太一樣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 直優的直優生號 在從小一直到行政爭為止 所以政府呢 在獲得這方式呢 軟查到行政院去服務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非常 大概是 絕無精盡 好 那接下來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開放政府的概念 開放或許會遺及 校長也很希望同學們 在短短的時間內盡量發問 但是發問你要內容不同 這樣一點就交給你們 接下來校長在內容帶大家的時間 今天是不是有一個感謝主要先給我們 有沒有 有沒有好 謝謝 還有小禮物 我們 楊明並沒有很豐厚的財力 所以我們指責用小禮物跟一張感謝主要來感謝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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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在大家的时间 热烈掌声来欢迎 谢谢 如果您想看的话,就不用打败 因为无论会接下来的事情有空间 但是这种空间有点特色 一个是说,您就可以很容易的问问题 问问题的时候,可以直接拘据 就直接拘上去 但第二个是说,您一定会为别人的问题按赞 那越多人按赞的话,他就会越跑到这屏幕的右上角去 对现在问题,我们应该有点早 那从现在开始到8点 我们就会以上面的问题的排序来进行讨论 那在中间其实是欢迎大家一起去举手 或者大家一起去举手的右键选序 去报复的右键选序 那如果到了8点的时候 上面都已经在搜索回答完 那就先跟大家说抱歉 就是回忆过两个地方 那如果到8点底的时候 上面不再来就回答完了 人且用电话来说 那这样我们就会再结束 如果中间发生过程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次会可以再结束 那欢迎我们继续随时 再次来到下面可以提出一点情谋的问题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办公室 这是我在台北的办公室 它是在台北的第三端之间的话 叫做社会创新时间中心 它是在交往华市的房间 那这个东室的一个特色 就是它所有的从前都是全台湾做社会创新的人 一起坚持出来的 什么是社会创新呢 就是你想爱个处理 让它觉得大家都用这个想法去做事情 话比像说有个家屋来问 就是全球资讯网 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资讯 封锁在自己的网站里 而使用社会创新的方式 把网站事件定次连起来 就是这个就四九五年之后 在一个社会创新 那因为忽然时间 它是有公共利益 因为就有所运行 等等这些东西 那到了今天 有非常多新的社会创新 像今天就有一群 麻省理工具员的朋友 来接近说 因为我们有个想法 我们相反是说 如果这些小铃道的 自驾的三轮车 那这样它成的世界会变得很好 然后你就把这一个三轮车的 硬体也好 软件也好 所有的设计的资料也好 全部都会变到路上 每个人都会非常容易地 自己去分开这个 三轮车的硬体面的问题 然后去让它对这个社会 产生不同的活动 那这件事情 其实就先回答这个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资安怎么办 就是如果有人害了这个 资安车的话能办吗 那其实这里面 我们有两个 关注有两个回答 一个是说 很多人以为是说 如果一个系统 它的城市是命名的 它是不分享出来的 它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目前在资讯安全界 大概都会这样一下 大家都觉得说 一个系统 它随着这个系统越开放 越多人都看到 这个系统的城市 我们有一个讲话叫做 做出来的城市嘛 不是只行 它在执行的时候 让社会可能还效果 也是把它好像是一个蓝鸡 或者是一个 我们做了自开的那个 就是 recipe 就是 那个什么事物 全部都公开出来 那这样的话 大家在看的时候 就可以容易找到 看里面的漏洞 因为人们找到 反而就不必要漏洞 只是一个讲话 没打开 就是用开放的好吃 来让自然类的 比较不是问题 第二个是说 我们要真的要吃到 这个东西对社会 需要好处的 确实它也应该在三个岁 在这边放途 其实它不会 自己在这边就要好处 它对社会要好处的 出了一些原因是 整个社会可以学到做 我们能够去训练它 就是把它当作 一个新的物装吧 就是神奇宝贝之间的 你可以去训练它来 螺融入我们印象的社会当中 所以当时呢 我们就办了三次的黑客送 黑客送就是一群人 就是用创造性的方法 在一段时间 连密集的去想这个 新的技术 去带给我们的社会 所以呢 大家就开始集思管理 方向说 有人就说 既然它是自驾的三轮车 那旁边就是有一个建国 我们是 你不能去买的话 那可能是一些 比较老板家的买的话 他们会觉得很重啊等等 所以呢 他就写了一支程式 想办法让这个三轮车 一步一距 跟在我们的一定的老人家旁边 然后他买了蓝花 买了什么 就跟一本一本 往上面放 那他就反正就跟着他走了 那如果不他放满了 他会叫第二辆过来 在他后面 那等到他买到最后 他就可以起乡离开 然后他就送他回家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解决了可能老人家 他可能有一些地方 比较方便和走路的 这个问题 他的承重复合可能 可以有人帮忙担 帮忙解决的这个问题 那也有另外一些 例如说 Edwin他是一个 就是一公 他刚来台湾 或者是一个观光客 他的就是 当地的演讲 不是什么号 那Ledwin坐在这上面 Ledwin他去看各个地方 然后不断的用他的语言 去跟他介绍Ledwin 介绍台湾各个的情况 所以这样子的一样 是他的名字 它叫Persuvasive Ledicture VEA 就是具有说服力的变动载具 这个说服力的意思就是说 他可以让真的社会 去跟他进行对话 然后来决定说要怎么样 让社会比较好 当然其实有比较好的 就有比较后华的地方 现在也有很多朋友说 当这样子的他卡住 照该自己的样子太短的时候 他就会晓虹灯 但这个晓虹灯 会让他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假设 所以说呢 就因为这是开放的 他就可以自己盖 然后就把它盖成有两个眼睛 然后他就会去转向看他 就是造成他紧张的东西 然后他眼睛还会眨眼 然后他会有各种各样 非语言的讯息 来告诉同源的人说 就是他到底觉得 这件事情是什么回事 所以是一切在上面 就是代表长这个名字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为什么我们利用三轮车的 或是用卡车 或是其他的东西 来当做这样做部门的媒介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三轮车的房子 虽然说我们同样 就很差坏 但是就是华人班 华人班的意思就是说 撞到人 撞到行销什么 大概就不会出现什么 太大的问题 意思就是说 可以在相对安全的警察下 在时速可能只有 10公里或者上下的情况 一起去找出什么 找出人工社会对于这个社会 能够带来的叫做 NOR 就是它的执摩 它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它要让哪些人 它要怎么样去传达 美国的状态 它要怎么样去了解 社会的状态 我们的这些都是在 一次性的实验里面 我们一起去找到的 所以回答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科技上的社会更美好的前提 是不是科技去要求社会 去做什么改变 而是社会透过互动 然后来要求 去怎么样来解决社会的问题 所以这是social innovation 社会创新的意思就是 在社会的自然运务之下 去做对社会有利益的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说 让人招待更危险的 处境的情况 我们用三个方式来解决 一个就是先限制它的速度 或者它所实验的 这个场域 然后在这个有限的风险之下 先让人家都看到 怎么样来相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在这样子的互动的过程里 是用开放资料 开放原始嘛 开放硬影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 怎么样去动手修改 所以这样子就比较 不会有自然上的利率跟漏洞 那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的社会 大概都可以坚守 已经有个场合 我们再回头 来把它变成了回民 然后再变成这些技术的参数 而不是说好像 有别的地方进去可以参数 就决定我们社会的场合 所以它是分成这三个方向来回答 有十一位朋友问说 对于科技校园的看法是怎么样 例如像校园的人类面是建党 某些不知道 也是校园安全 但是是一定可以提升 点名校园 就是没有问题 然后却造成学生 因私觉的理由 好 那我想要先跟大家 拨护一件事情 就是说 人类面是建党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不能够 你说不配合为理由 去剥夺一个国民的基本权力的 这个在台湾有一个大法团的视线 一个十字六一三 当时大家 在幻发身份证的时候 曾经护政司有提出过一个想法 就是说你每次要 新的身份证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留存一个值得出去 那大法团最后解释就是说 因为身份证是我们的 基本的一个权力也是一无五媒 我们在法律里面 有明定说一个人要 身份证要学习戴等等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不像是你去什么无人商店 可能随便一个人有家无人商店 你要先同意你在拍照啊 录影等等 你才都进去嘛 那但是你如果不想进去 那我们全家买东西就好了 对不对 你不一定要同意他的这一套做法 但是身份证也很好 健保也好 纳税也好 这些都是你如果不想做的话 可能就会被关起来 如果不想做的话 你没有别的选择 他不想 一般的私务是在一个竞争的状态里面 如果有些人特别喜欢隐私 特别不喜欢把他的东西分享出去的话 总是会有一些市场上面的一些公司 专门针对这些人去制作一些产品 但是如果国家有一天说 你要存取我的顾问 我们就一定要别出生物便室的资料的话 但这个我们其实是没有任何方法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跑去找大法的这个秀 就是实现 那大法实现到最多事情的人 这一点说 国家特斯多尼这个任何理由 在国家必须要从海国里面去要求人提供他的生物咨询 那这个是台湾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这样子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样意思就是说 他必须要在第一个取得你的同意 就是你要觉得说 我现在给出这个东西 那我管导了一些对我来讲的价值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这个同意就是给撤销的 我哪一天觉得说 你不是就是在完全帮我的忙了 你是在帮别人的忙了 那我对你这个信任也许就可以撤销掉 那第三个就是 在这段信任关系的种程 你可以随时要求说 我的这个就是人类或智能 或什么东西 它被用到哪里去了 它是用什么方式被使用的 是不是有物理之外的使用 目前它所有使用的记录跟副本 都可以给我一份 所有这些都是在我们叫做个人咨询保护法里面 明定的一些权利 就是你可以随时申请这些权利 或者更新删除都是基本的权利 而且这些权利也不能够用任何的合约去折销掉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把它想象什么呢 想象你跟医师的 或者你跟你的律师的 或者你跟你的会计师的 或者你跟你的会计师的关系 这些人都是我们叫信负关系 你相信这个人 然后你托付给的关系 你平常不会给你别的情状好友的各样资料 那你信任它的原因是因为 你相信它会以你的利益为触发点 为你做一些就是 你自己因为没有这个医疗的专业 没有要做的事情 那但是一旦你觉得说 它所帮助的人不再是你 而是什么厂商 或者什么别的就是报告上 或者什么别的时候 你应该要随时能够延持这个关系 而且这是或许能不能去做努力之外的利用 所以我并不是勇为的去反对 来这篇面便室 我只是说是在大家很充分的了解到 这目前的任务去保护和破坏 跟十字和0sas 这两个加起来 里面大家所需要用的这个权利 那我想 这有点像什么 像eBay 大家如果去問我的話 可能會知道說 如果你想要很方便快速的通關 你可以放在你的護照裡面去加上 你的臉跟指紋的資訊 你如果加了的話 那你就可以很快地用感動的方式 就可以通關 但是這個的前提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法律有明定 第二個是 你如果覺得都在看合作 你不想留這個資訊 那你就去旁邊看對吧 你就 本來是10秒鐘可以通關 你不要變成100人 或者500人才能夠通關 但是這個就是你有選擇的情況 那如果沒有選擇 就是把人才能夠回答拿掉 讓你指紋的問題 那你可能就是危險的 所以這是目擊我們 這個一個具體的一個回答 真的是字數比較長的一個問題 去年九個英選區 以及全國新公共同時期 嚴重的拉長 以及國人的負責 參考網路透露要想要的可行性 歐洲艾莎尼亞早已 我們透過全國聯同時 進行網路透露的歷史 來看完 預計在2020年 發行新版國民身份證 未來是不是可以 藉由此契機 或想往路透露的可行性 或是台灣是否 是否稀額都會加往路透露 那非常好的問題 而且嚴格來講 這一個問題 我們會覺得很好 我們任何人都會關心 2020年我們當時 在檢討公投的時候 其實問題 大概不是 投票 而是計票 就是 公投當時是一張張口 那 他在投的時候 就已經造成了洞線的混亂 這個洞線的混亂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說 大家到了投票均 在第一次開始 看這個公投的註文 然後 所以呢 光是把這些事件還沒看完 事案沒看完 事案沒看完 就已經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而且呢 上面還可以有一個 雙重三重投均 之類的這種 所以目前在 立法院現在正在討論的 工作法 裡面有幾個改進 一個是說 每個工作都要有一個 短的主文 就等於一個短的標題 好像十個字之內 我若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說 你就不能夠用這個 雙重投均 或三重投均 來來信你的工作主文 大家必須要一目瞭人 那第二部分就是說 它是有配合 公投去採用電子機票 這不是電子口票 電子機票 電子機票是說 你投下去還是值得 當然很像一些打卷卡一樣 你可能一張紙子裡面 就蓋了所有的公投票 就能打控啊 或者一件密化 這些都是可能的 但是在點票的時候 是可以用 像數鈔機那樣子 那種工學辨識 那樣的好處 是說第一個 它不容易的老骨 所以大概沒有什麼 被蓋的可能性 因為它是會員網 它會不會沒有通訊設備 在那邊 它事情也不知道 到底哪一體 會是 就是一體ID 也會是第二體 所以大概也不可能做票 那即使你懷疑它做票 那你就用抽檢的方式 就一點指馬 人點一次 然後也只要幾點一次 你大概就可以錄絕 它可能做票的這個問題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一投完就會馬上開票 就不會有別投票 給你別開票 好 要去打貫子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在共同方面 我覺得我們至少就是 電子機票 這部分先試試看 明年不一定馬上 要看錯學會的規劃 但是至少一部分 開始試的電子機票 我覺得就已經可以大幅 降低選務委員的負擔 因為不然會加上去 沒有看到選務人員 所有人都要走到半夜 才能夠回家 接下來要被告 所以我覺得是很麻煩 好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如果只要解決 排隊的問題 那其實不用那麼麻煩 我們就是透過預先設議 或一些通常會 電子機票 大概就可以解決排隊的問題 但大家當然也會想說 那我如果就是 就是住的領護經濟人員 或是活不能夠遠距的通票 或者甚至也有很多 在國外的朋友告訴我 他們也很希望能夠 用網路投票 那投票的過程裡面 他也會想要去 我們站在那邊的 辦事處裡面 辦事處可能提他人員 那所以他希望 用純色網路的方式 不過這邊有兩個引擎 一個是說 即使是愛上一樣 他也不是用網路去取代 實體投票 但是在實體投票前 有一段網路投票期 這段網路投票期裡面 你隨時用你的身份 就是自然評證 就是他們的議案一樣 反應之後投票 你這邊走了 你明天隨時可以蓋過去 你明天晚上又可以再回 蓋過去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沒有保護命運投票 但是如果是在網路投票的情況下 沒有人知道 你後面是不是有人正在拿 就是算盤啊 或者拿什麼東西 盯證然後 要求你必須要怎麼樣 你沒有辦法保證 你投票那件事情的利益性 所以即使是在愛上一樣 他們也允許了 購票 蓋檢票 而且你要實體的投票 可以蓋過你的網路投票 所以這是第一個要講的 就是網路投票 它不能取代實體投票 它只是讓實體投票之前 也許有一段 比較方便的這段期間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在我們對網路投票的時候 我們要很注重出 我們先從後果比較小的開始 就像我們當電子機 那是從公投開始 網路投票 像 舉例來講 台北市的IvoD 也是從 比方說 風雨要不要休閥啊 這一類就是 大家是對於事情在投 而不是對於原在投 那這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如果你是對於事情 其實是行政規則 成績的事情 那你多做回幾次 就算裡面有人想要做票 想要攻擊這條系統等等 但它能夠獲得的報場是有限的 因此它也比較 不會願意花很大的力氣去攻擊它 但是如果現在是做總統選舉 那你到最後你投出那個總統 那可能就可以 回過頭來再改這條目標制度 所以它的報場是 Exponential 那是越來越大的 那這樣的情況下 風雨要花非常大的力氣 來攻擊這件事情 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 在做工作的時候 先用自然品質去做演出 而不是用自然品質去做演出 就是因為連署 就算你不小心塞了五萬人進去 也不會增加這個 五萬人的票數 那只是塵埃而已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比較能夠 去事業之中 比較新的一些做法 最後如果真的走到 我們投票投人的那一步的話 大家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各黨內的新人問題 就是每個黨內可能都要 派數學家 或者資訊科學家 來參加那個人類票的女士 雖然我們用密碼學的方法 確實是可以證明說 男女作票等等等等 但是這些必須要是 每一個小黨的候選人 都心不合在心 所以這部分 在北歐一些 有推行電腦作票國家 他們有一個公開 還有沒有的女士 就是各黨都要派人去看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獲證 然後用一些密碼學的方法 去確保說 他是否否認的 他是沒有人 有問題等等 這並不是講的去區塊鏈 而是說任何人 他只要開始挑戰這個民主制度 他後面的那個執行的特性性 你都必須要有文化書發出來說 讓這個人要開始溝通 所以我想未來 但我們明明也許 真的可以走到最多幾步 但是在這個中間 我們可能就挑一些Risks 比較小的 好像說原住民族朋友 能夠帶進口到 或者像說電子連數 或者像說自然需預算 用這些方式 一個一個開始去試 然後知道大家 都已經比較習慣 而且也比較知道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們在那裡把它 就是放到比較高Risks的方式 有四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台灣總共大學在今 對岸的威脅或減反增 我們都只面對藍綠的對比 也面對年輕人跟中老女人的認同 不同的問題 然而許多家媒體的政治的顏色 越來越明顯 在這樣的 以媒體以及網路的傳播之下 我們該如何去處理幾件事情 若我們做事 不管事情會不容易造高 但是我們挺深 挺深有可能加深對立 像親外媒人的想法 我蠻同意說 做事不管事情會更遭到 但是我不覺得挺深有可能加深對立 挺深而出的一個特色 就是像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我們有做一件事情 叫做協作會議 就是大家一起協同合作的一個會議 那這個會議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我們會把這個講的 就是會朝的不是有糖吃 而是會朝的合金出放 就是對於某一件事情 它在社會上 大家可能會有看到一些連署案 或者是一些 就比較負能量 負能量的一些提案 那像當事實在我們 做一個這個平台 電子連署的平台裡面 也會叫主治元的朋友 他在兩年前的5月1號 就做了這樣一個提案 那嚴格來講 這並不是一個提案 這就是純粹的負能量而已 那就是說 預告需要的能量到爆炸 那裡面都是一些 就是比較不堪入的一些負能量 那如果你看看 底下的委員的話 更是就是說 在政部長下台啊 都會幫我擺上國際啊 這個 反正就很多了 那在這非常負面的能量 只有一成多的人在那邊說 我用Windows高學很順啊 在那邊很遺憾 那所以在過程裡面 就是說 挺身而出會不會加乘對立呢 他們都會在做財政部長下台 而且很多媒體 就像所有朋友講的 就已經在見諷查證了 那但是我們知道 在每個部會現在都有一組 叫開放政府聯絡人 他們的工作就是 每一次有人吵的時候 就要他們進廚房 所以當時的財政部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 在這個案子出生的時候 他就馬上在我們的平台上面留言說 所有在這邊罵財政部長 雖然在這邊對陳政府有批評指教的朋友 我們都邀請大家兩個禮拜之後 來我們在政府資訊中心 一起來創作明年的奧學軟體 就非常神奇 就是當他這樣子一邀請的時候 忽然之間風向就逆轉 不但這位提案人 叫做卓志願 他就是很願意自己開始去做 很多以前蒐集的工作 而且去高台花城的朋友 就開始提出一些非常有建設性的一些做法 那也沒有人再管那些媒體的同學了 說在這個部長的公關貿易 只有不到兩隻的朋友在那邊這樣講 已經沒有人理他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只要有一個方法 把負能量引進我們的廚房裡面 引進這次的製品裡面 我們就可以很有效的挺身而出 但是並不是站在你那邊或我那一邊 而是把每一邊的力量黏矩起來 然後變成刻心的融合層次 那在這裡面有很多工具可以用 像我們當時用的是一套叫做服務設計 Service design的這樣一套方法 那就是把每一個大家可能正在找的事情 都用便利貼的方式 把他之前執政中之後 總結的行動、需求、問題、情緒等等 全部都加以來一遍 那這樣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在網路上面常常會看到 其實不只網路 實體的會議也是 就是大家會不斷重複講一樣的事情 可能五百個人就貼相同的東西 或者在實體會議的時候 七個人都要上台發言 結果講的都一樣 這種事情是非常常發生的 但是如果我們去運用 服務設計的方式的話 那大家就會發現說 即使你洗蛋 洗五百個 那個意見都一樣的 你在這樣子的一個藍圖裡面 你也不過就是一張電影而已 沒有辦法浪費掉大家的時間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我 就是你每次一生而出的時候 你可以想說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給大家一個 綜納 一個overview 讓大家看到說 大家所關心的事情 到底其實就是這些整理 這些整節點 那這件事情有兩個要注意的 一個是說 網友寫什麼 我們教你一些什麼 就是像有一些網友說 字報多好 那公務員很容易看到這三個字 然後你就開始有個自動反應機 把它變成什麼文字燒錢 就是不想要就是掌管保險壓 或者是之類 那這個是公務員的基本訓練 那但是就是我們要就是 不要有這樣子的訓練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 就是像我們講說 Photoshop拼出來的圖 就是說別人 事實上拍攝是這樣 你加了一個 玫瑰色的濾鏡 然後看起來 雖然是不會保險壓爆炸 但是就不是它的軟度 就不是站在網友那邊 那網友也不會覺得說 你是把他的力量引進廚房裡面來 所以他想說 我們就要貼字報多 他寫華麗道讓人遺忘 我們就要貼華麗道讓人遺忘 或者像前年爆水的時候 爆到一半 會跳出一個小包 還會說 感謝你對國家的貢獻今天 那這個想要把心情跑一點 但是就會有朋友說 他想到要爆水 心情不好 所以就是 不要試著讓他心情好一點 所謂的痛快就是 他們就快一點 快一點過去吧 不要在中間浪費護標 之後 覺得心情好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我們全部都給它 連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見面三分情 右下角就是 罵個最窮的那一群朋友 然後實際 要不要來 然後去跟被罵個最窮的朋友 這些公務員 這些關貿網部的 這位這個PM 就是實際在做這個廠商 在專業的引導員的引導之下 大家見面三分情就發現 真的罵不出來 那罵不出來的情況下 大家就只能好一起來 換新的報學系統 所以今年當然 這都是所有的 可以用新的報學系統 去年我們先讓 用實驗性的方法 先暫時先使用看看 那當年的滿意度 就已經到達了 就是 所以今年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每一步 都不是去計畫對比 我們每一步都是在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過程裡面 去讓大家看到說 雖然大家有各種不同的意見 但是每個人的意見 在這個全圖裡面 是在什麼樣的為止 然後每一個人 在這個全圖裡面 都有貢獻 那我們這一套系統 就是去讓大家的意見 收集起來之後 變成 就是 共識的像一套系統 是叫做POLIS P-O-L-I-S 它可以自動產生 像大家看到的那一種 全藍的圖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 很容易的開啟一個 POLIS的對話 然後 你只要說我同意 或者不同意 那隨著你按同意 或者不同意 你的這個 就是藍色的圈圈 就會到處跑來跑去 製作這個其實 非常地受傷 所以我再把大家 在兩分鐘的時間 實際看一下 我們目前 正在頭的一個POLIS 它叫做 POLK2 AIP 就是POLK2 就是 跟AIP 有什麼講話 就是意思 那你只要是 自動到某個數位隊 如果某個數位隊的話 如果某個數位隊的話 那也可以找到 那這個就是 我們透過這樣子的方法 跟美國在內協會 就是美國 實際上的那個大使館 然後 在這邊 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雖然 一百三十八人 都同意說 每一次中國租到台灣 參加國際活動的時候 美國應該就找到 另外一個國際活動 讓台灣參加 右邊的人 都很同意這種說法 你看 左邊沒有幾個人同意 所以 這個是一個 相當 這個 就是 雙方意見相當不同的事情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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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每件事情都 就是 大家那麼 就是 缺貨不容 像 紅 美國可以來參加社會 創新的歌頌 或者是說 這個 台灣 處理對抗專職的前線 可以 宣揚共享的 像言論集會 自由這樣的 加持 等等 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 我想 這個 就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提醒 就是 雖然 也許有一些 我們真的非常 震動相對說 不容的事情 但是其實 台灣大部分的人 對大部分的事情 看法是大致 但是一致的 我們如果只看 社群媒體 或者只看一些 就是 公眾的 尤其是 電視媒體的話 常常都會以為說 整個社群只有這些事情 但是事實上 大部分的事情 其實是大部分的 所以 我們在 平生而出的時候 我們可以盡可能的 提到一些 這種空間 在這種空間裡面 進行來 讓大家 把事情加上去 而不能把對方的事情 渴望 你這樣子的話 慢慢的我們就可以 凝聚出一個 我們是共同的感覺 那只要有這樣子的感覺 其實不管 就是 再多的 政治顏色 或者再多的 風化 或者再多的醉力 都會有用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 心靈的疫苗了 那這個疫苗 那是可以去 抵抗疫情形態 大概是這樣子的 會 有時候會有朋友 有時候告訴我 對於未來 AI 觀察 人類目前的工作 將會讓它被取代 現在學弟 我們應該去被他 想想 避免付這個未來 或者只是一個 假意體而來 不會很擔心嗎 那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 真的問題 然後我又覺得 會不會很擔心 就是 這是一個爭議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在做一份工作的時候 其實裡面有很多部分 是融合的部分 就是我們也不想做的部分 那總之到我們 還會覺得融合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內在風景 就是做這件事的成就感 想說這個創造 有的會有的 但外在的東西 就是有錢可以賺 或者是說 覺得這是 就是我們的一部分 就是內在風景 和外在風景 一旦分到眼鏢 或甚至是 就是互相 就是拍赤的時候 我們就會感覺到 叫做第五花 那些能勢 就這樣一種感受 那這種感受是非常好好的 那所以大家常常 講在這裡就是說 郭河裡的消息 什麼磨練 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 在一個工作裡面 總是會有自己 比較舒服的部分 跟自己不同 不舒服的部分 不舒服的部分 可能就要加了過去就算了 那但是 在有電腦的程度 其實我們就發現說 這些一種的部分 就是結構簡單 任何不同生命經濟案 來做 其實效果都差不多的部分 其實就是最適合 交配機器去做的部分 交配自動化去做的部分 好比像說 在學校這個成語裡面 老師如果是 教一些有標準檔案的証券 好比像說 小學四者運算好 那另外一個老師 任何學術學老師 來批一代考卷 大概結果都差不多 只有兩綠可能 差到1%的差別而已 那老師在批一代考卷的時候 也會覺得非常容易 覺得自己可以繼續 沒有什麼兩樣 但是這部分其實現在 用資訊科技制 能夠解決的 現在有一些量 就這樣找過去 就幫你批台灣 或者甚至在更厲害一點的 課程 如果你是直接用這種電子幣 來做大的話 做大的時候 才去做危機辨識 根本不需要 然後是來幫你批一代考卷 就是說這些懂的部分 大概都可以用AI 或者甚至用不到AI 自動來解決 那解決之後 當然在主觀上面 就多出很多時間 去跟人想 去理解到 也在想什麼 去在不同的生命期間裡面 去做出不同的創作來 那這些部分 在人類在房子 都會在攻擊 舊的名字 互相認識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說 他必須要說 我具體的名字就是 我們每年啊 會做一個很大的比賽 叫做總統的黑格鬆 但這段黑格鬆的比賽 最多每年會取出 五個優勝的團隊 這五個過年 所以大概都是覺得 總統他們做得很好 他們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就花三個月的時間 反而也是做得很好 那他們的獎盃就是 總統派對他們的獎盃 是沒有完全用獎金的 那沒有獎金 但是那個獎盃有什麼作用呢 第一個那個作用 就是那個獎盃是一個作用機 你只要一打開 就會發出總統派對 給你的那個畫面 所以內部協調上面 非常有用 就是神主派的一個概念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神主派 代表是總統的一個承諾 就是說 每年他五月開始 然後一直到七月 七月底 他得了這 前五名之後 前五名是副的一次 就是這個五名之後 那這個很卓越團隊 就會一切地引起 把它變成明年的政策 也就是說 在九個月之後 你的這個處理 就由國家來幫你一樣了 基本上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把多少法來的營料去 做多少營料去 做多少營料去 重播上的預算 反正你這個想法 也是一個好的想法 所以我們就變成形成的一些部分 所以他的設備 很強烈 就是他的爆炸 那在去年的五個團隊裡 有一個叫做 《搶救水報報》 英文叫做 《沃隊CPR》 那《搶救水報報》 這個團隊 可能就是 台灣自來水公司 那樣完全世界最長的管線 那這個管線裡面 有很多是塑膠 塑膠很多會漏水 所以他們就要 請很多道師傅 帶著這樣的耳機 然後去聽 到底哪里漏水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其實是 裡面有創造的一個部分 就是想怎麼樣去解決漏水問題 裡面有很容的部分 就是一定要聽很長的管線 然後他們都沒有漏水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是 就是沒有什麼去完成就感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發現說 從一個地方漏水 到師傅實際聽到的 常常要花一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這個會讓他們 在確實的問題 變得相當的無重 所以在《搶救美貝克送》裡面 他們就想辦法找到了一些 為AI的朋友 然後他們一起做 所以這個 這位師傅他還是穿這個 但是他 手上的那個智慧性手機 他每天就是上工的時候 他的機器學員就會跟他說 師傅你可能要先去領這個 拿這個 拿這個 他去為這三個地方 都會可能漏水 他的判斷率 已經達到百分之七十 意思就是說 原來你單次裡面 有兩次都是對的 那所以師傅們的主觀性 就增加了 因為你大門的時候 就聽到漏水 你聽到之後 你就要開始想辦法解決 這個事情要需要生命經驗的 那他就不需要浪費很多時間 在已經沒有漏水的東西上面 那又因為我現在透過 已經聯合國 在做永續發展的 就是聯合國做的169件 大家都要在2030年級 拿成的事情 那讓就是 水標這樣的物料 這個事情中的一樣 就是 也對我的思想物料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法 讓全世界製造 被台灣有哲心的發明出現了 所以像你們西蘭 你們本來不缺水的 但是因為紀錄片前 開始缺水了 就把這群人 搖到他們 也用AI的方法 幫助他們 反對的師傅 去塑想這個漏水的政策範圍 然後增加他們的工作品質 那所以這只是一個小例子 那這個例子就是告訴我們說 重點例如是 人的工作被取代 我們要解決漏水問題的 這個職業 還是存在的 只是裡面那些老師 慢慢搭配時間 在做的時候 覺得自己是工具人 可以用人的工具去取代 但是當你做的時候 覺得說 自己非常富有創造力 那這個部分 尤其是要跟人溝通的 或者是要做加上的動力 這個部分 當然 即期就不會去取代的 因為即期沒有幫我們 小朋友生命經驗 所以你把一個工作流程 把它再造 我們知道職務流程再造 或者職載 去找到裡面 那些部分AI適合做 那些部分不適合AI做 那這個但是就是 一門系的職業 那當然把它設計完 這可能也叫 Experience Design 就是它的 服務流程設計 跟它體驗設計 設計完之後 你還不斷需要有 AI的訓練室 就是像設計 寶貝訓練室一樣 你要一直告訴那些 自家的三門車到底 它現在開到的利益嗎 這個地方 社會場規是什麼 你像說 在故事的那邊 碰到這個 就是左邊或右邊 有不同的人 你總要讓一邊先過 另外一邊就先不要過 就是到底 哪種人比哪種人更加重要 更值得讓到 在故事的那邊 他們是想要一些讓小孩子 那但是在外面 以及日本 需要一些讓老人的 那所以意思是說 每個社會的場合不同 我們這邊可能 那就是 老弱婦孺同貫 所以就是 他們在一個實際的 謊言測驗裡 大家都覺得 要先讓老人 然後讓這個 弱勢的身心障礙者 再讓懷疑人 婦女 或者最後再讓小孩 但是這個再過世的 也是蠻好相反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必須要 一直有 就是跟社會對話的人 來告訴這些人 來說怎麼樣 才是 就是能夠有 社會的一個活動 那這件事情 也是要不斷地去加 所以所有這些新的工作 都會發生 那如果你還過於認同 一個單一的 競爭性的技術 那這樣的話 當然你幾期一來 你就會覺得 人性最遠被獲得 可是如果你認同的是 我具有創造性能 去解決 社會環境和經濟問題的能力 那這樣的話 反正 輸到勇士隨便少 就是 把任何社會 一個新的發明的時候 那就是 唯一所要 我對於廢除死刑 有什麼看法 真的每次歐盟 我們跟那個 談談在比較大時代 一定多過這個問題 那 我覺得大概兩個 一個是說 這邊有沒有人看過 我們餘餓的距離 那個餘餓 快一半來放 我覺得 現在基礎建設 不是有點用嗎 那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那時候 在文化不提 那個 數位建設 那個算是我們 數位建設的形象 我們基礎建設 當選主基礎說 只能放在資本門 主要資本門 就是你買了一個房子 買了一台投影機 它就是有一個東西放在那邊 你每天看得到 而且每天都可以用 透支是有收穫的 那叫資本門 經常就是說 你去不一人來幫你做一件事情 他做的這件事情 都沒有了 然後也看了一些風潮 到最後吃了一些 賜給人的影響 那邊的話 那這個叫做我經常問 也就是說 當時主基礎說 並不認為文化部 要對特別預算 去拍我們一個 這個東西 叫做基礎建設 那我們當時 就是花了很多 人一起想來一套 當時 主基礎說 覺得很適合 希望我們現在 覺得好一點 的論述就是說 第一個 就是他拍的這個過程 他的拍馬 就是他怎麼取得 這個宣傳好源 他怎麼去建設這個設備 他中間用了 例子戰法等等 這些是我們盡量讓他公開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接下來要拍司機的這個劇組 他也不需要那麼多 嘗試做過的時間 公司房 讓他吸收這種 基本建設的這種成分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能累積出來的一些 數位模型 他盡量用CC授權的方式 然後祈求一些 一些製作權 就是一些製作權 製作財產權 然後任何想要拍電影的人 也不一定是台灣人 他就可以隨時 很容易地去 去放在城隍庙 或者小巨蛋 或者是哪裡 很容易地 就算你是要做一個 互動式的遊戲 你都可以很容易地 把這些無教電影 建築的這些模型 放到你的素材裡面 就可以非常容易做出 就像就是校長 或者什麼 這樣子的一些作品 或者像 就是俗稱老公 母母名氣 的環月 等等的這些作品 那這個也讓 未來的數位 創作也會更多名 所以這個也有 基礎建設的意義 那第三個就是 如果他在探討的事情 是整個社會之前 非常分歧 然後難以互相聚焦 難以互相對話 但是在大家看了 這個東西之後 大家突然間 比較能夠 就是認識的 開始討論這件事情 那麼他有公共的價值 他不是只有 對少數人的價值 那對所有人的價值 那這樣的話 我們也認為他有公共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剛拍這部片子的 製作階段 這部片子 他製作完之後的素材 以及這部片子 他做到探討的事情 本身 都有公共性的時候 那我們就說 他這個也算是基礎建設 雖然他是經常的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快線合格的一個部分 好 那當場這一隊 為什麼要用這樣講 就是因為說 我覺得 目前大家看到死刑 或者廢除死刑的時候 腦裡突現的光景是不一樣的 就好像是當時在 這個禮拜最有行的意思 在那個 就是重新婚姻的那一場 公火的時候 大家走進那個 公火圖上庭 如果你是 三十七歲 四十歲以上的人的話 大家看到 我會應該很自想到 我是女士 或者你就是乾浩浩蕩蕩的飲食 但是不一定要去更急 原因就成立了 但是如果你是 三十六歲以上的人的話 你想不到是這張機 或者你就是兩個人 放學不正式的工作 要不要拿給你一個 隨便吧 抱歉就好 那原因就是 因為婚姻這兩個字的定義 因為就是 話語的修改 所以他在 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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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左右吧 有過完全不同的定義 所以就會變成 大家看到同樣的字 但是屬性完全不同的意思 那死刑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 有些人想到 非死的時候 想到的就是 有人會被放出來 想要把歪 然後會怎麼樣 或者是說 這個可能是 要大學員去養他 去牧師 他事實上在監獄裡面 也不斷在做包裝 等等的這些工作 其實是有責任向前的 但是Anyway就是說 大家對於 死刑犯這三個字 想到的實際的狀態 每個人的 reference box 會不一樣 有些人如果你是 投入圓圓品牌 那你想到 一些被無難的 如果有些人 沒有投入這些東西 那你想到就是 最強癌症 那最強癌症 同樣這個字 你有看過餘兒的距離 跟沒有看過餘兒的距離 想到東西也不一樣 所以我想就是 如果在加圈島裡面的 這些reference box 不一樣的話 那其實很難有一個 就是輪式的討論 那在沒有就是輪式的討論 情況之下 那就會變成輸人 那輸人都其實 就是總是會有接近一般的人 對自己處掉的 所以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畢竟是很推薦說 我們現在就用 我們有很多類似的方法 來處理死刑這個課題 無不明是說 如果大家有聽過這個 叫做死刑替代生意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常識 但是因為知道的人 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就放在大家報告 所以我就放在大家報告 但是一群人 然後讓我去台灣 然後去問大家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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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個人 他不要再被判死刑 但是 在什麼情況下 你覺得 如果不是出他死刑 而是出他一個什麼別的 那個什麼別的 實際上你覺得就夠好 就是 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套 的話 好像有人寫到概念嗎 這類的 就是說 我覺得先把 這個東西 就是 全部都在台灣 然後讓大家 對於 對於一代方案 在腦裡有一些 一致的這些想法 這些想法 都傳播不開了 我們再來討論說 讓死刑替代生意 如果這些都沒有 傳播不開的話 那很容易做的 變成是 5成1的人覺得自己 4成9的人覺得自己 輸了 對於 這類的 其實所有公共這些 的意義 大概都是 類似的 那些 有時候 我們會問說 對於高中生群找人生物標 有什麼建議 有很多問題 我國自棄的 建議是說 這個 如果你想找到 人生物標 這邊有人生物標 很便宜的 那個叫做 就是 工學法證 那這個就是 169次 聯合過工學法證 你 在上面 大概多多少少都可以 找到一些 對你 自己感興趣的物 等 我們想說 讓世界解決 貧窮問題 計劃問題 健康問題 讓大家都有 好的教練可以去用 創造就業機會 就是從業績創新 讓大家 國內的 國與國之間 不要那麼大的 不平等 感客之一的人 掌握 百分之幾的資源 讓城市跟相關的 更加永續 要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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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說 讓 切割面前 不要影響很多的人 不要讓 你就是 除了被警察之外 還有很多別的物種 就是消失很快 然後讓 有更加 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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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讓 證明的 隱身帳 以及 讓全球 跨國門 都可以直接 每次互相合作 我要再講 就是說 在這裏面的影響 其實都不是 非常抽象的 特別像說 像剛剛講到 這個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production 或者 Mind action 或者Light of the World 然後 看有人對Light of the World 有點興趣 那它在裡面 就會有非常多 很西向的目標 就是 全世界都答應說 要在2030年 一起做主題的 它不相處 把 海洋的 塑膠垃圾 讓它減量 像現在 那樣 都已經不給習慣了 大概就是 這個目標 那一段方 以及 就是把 過於 就是 不小心 或者很小心的 用這個 這個 第一次網 等等的東西去 破壞掉 生物的氣息 讓它能夠 恢復 那這個就是 第14.4的 第14.2 然後之類之類的 非常非常多 那這160折強目標裡面 大概都有幾個 是 你看過之後 也會感興趣的 那一旦你感興趣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 全世界的人都對這些 感興趣 因為不只是 全世界的人都同意 這160折強目標 事實上 當時 為什麼有這個折強目標 就是 聯合國在 2014.15年 去問了 全世界幾百萬人 問他們說 2030年 如果你只能 實現一個願望 那你要實現 真的願望 就像房間的名標 就是每個人的人生目標 上來萬個人 人生目標 浮在空中 然後 用了剛剛那種 甜蜜蜜蜜蜜蜜的方法 把它收斂 大家彼此 互相不衝突 而且做每個目標 就會對其他目標 只要我們出現外出 在一段二十九的目標 那是一個整體 所以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就是參考 當年那幾百萬人生目標 順利就可以找到 裡面一兩項目標 是你感興趣的 那你感到 對這個很興趣之後 你就直接進入 好像 世界級的時期的兩件事 你就會發現 出有無限多的 幾乎無限多的資源 幫大家的研究工作 來他的投資 來他的政府的 或者是 我們在全台灣 我們現在在說 全台灣的做社會創新的朋友 全部都到社會創新平台上面 去告訴我們說 他們在地的東西 是哪些目標 我們可以很快的看到 你所在的城市 或者是你所在的地方 然後 在做這些 有哪些人 然後 他們現在 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 做的過程 還是欠缺哪些人參 或者是很欠缺哪些事情 然後 等等等等 所以 所有這些都能於是 你一旦知道 有知識性項 有學化的目標 我們當然非常講 好 那如果現在還在 就是草稿階段的話 把你參考 就是 你一言不過 有去廣場的資料 有 十七 十四位的訪問說 隨學習課堂 就是我們一個大課堂 即將上路 目前台北已經有多數 高中校園 應用3C 融入學習 像是有助理大師 學習運用 經驗手持能夠 用3C 科技學習 廣泛應用 而是集中在市區的 其所影響 這類的事情 再進去看一下 我們的社會建設 也有一塊 就是缺乏所有的高中 不但有足以 整齒這種 科技校園的設備 而且也要有 足夠五塊的評判 當時我們好像 反而是要求 要抵達的 但是 好像稍微 大了一點 只要把火灰燒 現在是三百美人 還是之類的 但是為什麼要有 這麼多的評判 原因 並不是只是 因為大家想在 YouTube化而已 而是說 這樣子我們曾經 真的能夠去做 比較多床 實際上是 就是你把 其中的課堂 跟院具的另外一部 課堂去進行 統合 而且還能夠看到 我們自己臉上的表情 那都是只是一些 阿賽克的 轉動而已 那 我自己其實在 剛剛講的這個地方 辦公 就是 這邊 那在這邊 擺佈的一個好處 就是說 我可以 在全台灣 都有分別 也就是說 我可以自己 躺去 各個不同的偏鄉 像 之前常常去 聖聖地道 然後或者是 南投 集集 之前去台東 然後 花蓮 反正就是 有時候非常深層的地方 就 原住民族都在 的地方 然後我實際 去跟那邊的人 包含合作事 的社群企業 以及在那些 協會 去進行座談 然後去了解到 他們 到底關係的事情 是什麼 那這也是一種教訓 就是大概一種 空缺缺的一種感覺 那但是呢 在我這樣子主持討論的時候 同時在台北 就有十二個不同 部會的朋友 那都是公務員 就在社會教育 實驗中心 然後我們就是 做過一種 雙強失去的方法 這部分就丟出來 在以前 他丟出來之後 就會被分到 某個局處 局處再送到 我們部會 部會 部會經濟部去做 部會 但是你每次 會回的時候 你就是 最後就剩下一張S 其實等來 這一位會 他在關心的事情 他都已經慌慌了 那但是 透過這樣的 即時視訊的方法 這邊 有一個球過來 那間部說 我剛才會服務的時候 他就不能說 我最會的不願 都不就坐在他旁邊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就不得不當場 就是腦靈機當初 一些適合的這個方法 尤其因為所有的 討論幾乎 在十一公多天之後 都被公布在網路上 但是這個後面的一個 需要的環境建設 就是我們在每一個地方 都必須要至少 有10mgbps 算到有100mgbps 但是這個頻繁 不然的話 大家都會一度看到 就看不到一次的表情 就是能看到 你可以的頭在那邊 就是一個 就是完全是 腦虎的一個情況 這在腦虎是很會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看到 那個人 就是自己的公設 那說不定就是 他本來就覺得 這個就是官員很糟糕 那把這些事情都看得清楚 所以那個腦虎 都看不到 把我到底上去 這些都是有 這個就是 很堅實的研究 在那邊支撐的 所以我們 為什麼你要 看不到那些細部 就是想 至少看不到 Micro Expression 看不到 至少看得到 Expression 看得到 就是看得到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才不會做 見面的分清 而不是見面 不理分清之類的 好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回來這邊 所以 我會建議說 我們多用一些 這種高頻頻的 然後讓 不同的遠距的 learning moment 就是學習方式 可以集中在一起的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像 就算支持一個國民集 我們也可以用 像Slidele 這樣子的教具 去讓大家 那手上的手機 變成 教室的一部分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因為我自己當 這個 就去江澤 有非常多的經驗 坐在台下有一些經驗 就是說 像今天 一個半小時還好 但是 即使是一個半小時 大概到半小時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 開始拿手機出來了 這個是人事常情 那然後 華為華 如果沒有什麼東西 既然在 那可能就會 就是社會開始走 就會開始一些 階段症狀 然後 或者是 就覺得說 應該要就是做一些東西 不然就 好 注意哪些其中 這個實在就是這樣子的 我們都 不會就是放一些傷 但是 這樣子的問題就是 因為這些都是私人行為 所以 當你在那邊 畫手機按讚的時候 麻煩你會說 你的心中先好好玩 這樣子 然後你就把它撞進來 那這樣子的話 到最後就是 一個客人就變成這樣 來 十個不同的醉管 然後說沒有人在管 到時代 你說什麼的 但是 要想放這樣的情況 通常的 我們有辦法嗎 一個就是禁止大家用手機 那這樣子就是 建議你 付一分清潔的情況 對 然後 第二個方式就是 我最想要的方式就是 一開始就請大家 掃QR Code 那就把大家的這種 想要按讚的衝動 想要留言的衝動 想要刷設計的衝動 就掃QR Code 來把它變成了 就是客人的一部分 那這樣的話 你還是可以滿足你 按讚的衝動 但是至少你的按讚 配合的可能就是 有幫助的 而不是 要想把處理從客人裡面 吸過去 所以大概 我覺得 中間不只是在我們 確定它的 頻繁是足夠的 以及它的 投影 教具 這些東西是足夠的 這兩個我想要聽說 它 因為新鑑俊主持 這個過得很過錢 那主要的還是 就是說 我們在市區 確實大家 對這樣子的科技 融入教育教法 也許資源是比較重築的 但是 如果動過關課 或者是動過方向 就要創設教學 能夠讓悲傷的朋友們 其實也看到 這樣子的教育教法 其實小蘇萊哥 創作法 其實今天一次 就一定學會 每個人是前輩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下一次 就可以自己去運用 你就不需要 一定要什麼名師 接著親自教授啊 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這樣的教育教法 才有獲勝的可能性 有需要的朋友問說 有一個朋友 這個想要問一個程序問題 就是 為什麼可以 必須所有回答問題 而且 有相關素材所稱 並且延期了我 基本上就是 不斷練習了 我每個禮拜 都要常講五場 等你也每個禮拜 都要常講五場 之後 就會發現說 其實大部分的 都已經是現場的 所以大家看到 我上面有很多 店前 就是在預備著 大家會問歌手 就要負責 的時候 對 如果有人問他人工事 我就會看這場話 都能出來 所以 因為 就是最近比較紅的話 你大概就最近了 所以我就被每次 都先進去說 然後 在這邊準備著 大家要問 那 如果大家要真的 問完一些東西 我問到了 那我一定會調整 那所以我覺得 我不是 就是一定是說 那我現在不知道 然後 查一下 我也不知道 那表示我們的 裝置 這個問題 那我回去之後 我就會請我的 同事們 去準備好說 這個問題 到底有沒有要來 國防面來回答 所以很多時候 當大家會問 台灣有沒有一個 一致的AI政策 以前我們 Google AI 1的時候 會一次找到 一對 三個五位 四個地方 這裡的網站 然後 就是 當我打開這些 網站的時候 還有一個一個 去跟大家解釋 就覺得非常的 就是不神經病快 那所以 因為 我曾經被問好的經驗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會說 那 大家只要Google AI台灣 那 大概就一定會找到 我們的 就是AI台灣.GOV 我現在就 不在這裡 那大概就是 會一次性的 讓我們知道 所有考驗的AI政策 大概有哪些 所以 盡管每次我被問到 回去的時候 就會多出一個 政府網站 然後 我在現在死的時候 大概就不會被問到的 所以這些也是一個 教學廠長的一個經驗 等於是說 我透過不斷地 讓大家問問題 來讓我們政府 這裡有更多 常見的問答 那 有些個朋友們問說 比起為了知識能力 需要人們更多的 情緒調教學 而情緒調教學 是需要被實際影響 與教育的 現在剛剛孩子所說 稍為人家經常是知識的 做報告 針對課程的電話平台 來的報告證明 如果如果 創新的有熱情的孩子 被破綁下 現金的平址之內 可以 請問你認為 教育你是跟怎麼樣 神絕的一道之間 創新性的平址之外 只能熱情 且能的孩子 大概 最早的時候 半個我會說 就是做實驗教育 實驗教育 其實 我不是台灣 在家自學 我就是實驗教育的 定義的一代 在我那個時候 還是過多大的 任何人只要不去學校上課 就會那個時間 一天被拿錢 那所以呢 當時 能夠就是自己 像我是國中我兒的時候 出了學 或是四歲之後 就是沒有再去學 除了這個 月高的時候 都去找白卷之外 基本上都沒有去學校 那我實驗是 因為我大概十四歲的時候 發現有網際網路 有去找資訊網 然後我就過去跟校長說 我在上面看到的 最新的研究 離去 離我們課本 大概會有十年的距離 因為 一個新的培訓 被學術 大家所接受的 變成當純用術 然後再被課綱的 這個質疑就發現 然後再編到 中小學教材 差不多就是十年的時間 所以我當時 你們直接可以看到 然後這些研究者的論文 然後甚至一些 E-mail人他們也不知道 會有什麼 就可以開始一起做研究 之後就告訴校長說 你看這個 你告訴我說 我要拼程序 拼個十年 或者聚二一什麼 才能去哪一位教授的研究室 就是我現在寫 我們E-mail告訴他 他遭到哪裏的問題 他就開始跟我們一起做研究了 所以是 捷徑可以省十年的時間 好像是 我們被課綱錄製 錄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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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所以 你覺得 他是入學或是教育局 我來的時候 校長當然就把我騙他們 所以 意思就是 從那個學校過來看 我都在學校 但事實上 我就不用在學校了 當時我們 有化幾個像 增加年事實上 就是你需要一個 很平靡的校長 然後讓你去發展 這點這樣的問題 之外 吃能力的熱情 或者是潛能 好 那當然 後來就 中文就切改變了 我們就開始有公開平營 然後就開始有 實驗教育 直到最近十年 台灣就是變成 巨亞洲實驗教育 最多發展的一個地方 到現在有百分之十的學生 都可以用 無需要管課法的方式 來學習 你叫自己寫著 就是叫做學習記錄嗎 然後讓一個 就是像 我們考驗之間的 每個縣市都有 就是會有一個 再加進去的 一個實驗教育的 一個生意委員會 他的生意委員會 只要確保你說 你寫著這個東西 你是真的做得到的 那它就會必須你去 不要有更好的方式去做 所以這個 如果是時間前往後 那我已經說了 就是做實驗教育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 又有一些改變 就是當新課章 在執政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我們 看最近十年 臺灣實驗教育的結果 實驗並不一定都成功 很多國外所引進的教育教法 其實確實不符 或者是不會太難言很差 那所以就是 不管好的部分 或者不好的部分 我們都去做了兩篇 不管的部分 我們就 就是見不寫內自信 就不要在一篇章子裡面寫 好的部分 那也是更加強的教學 就是自發的部分 方法之類的教學 我們就把它寫到 就是關心教育 就是公民教育裡面 就是實驗教育 是好像是研究的 我們開發 我們就把 就是實驗教育 所有好的部分 我們的小課 都都使用過來了 變成這個 公民教育課他們的部分 所以現在 在於新課堂的期望下 我有第二個回答 就是說 那你還是可以去 就是在提示裡面 但是 尤其在當中的階段 接下來就開始有 可能加深加晃 可能是有 學長課堂會的特色作成 可能有各種各樣的東西 所以你有另外一個回答 就是你可以積極參與 你的課堂會 你可以積極地去告訴老師說 我想要開哲學的課程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人等待嗎 我知道練進的課程 都很想要開 那就是課裡面沒有寫的 但是這所學校的時候 就是變成這個次 你還是整天打來活動 大概沒有辦法這樣 就是說去領導 就是有何種興趣的學生 透過這個去瞭解 怎麼樣子去當一個直播主 怎麼樣子去做 平線上課通 怎麼樣子去媒體素養 所有這些東西 怎麼樣子 就是像館長那樣子的 有名 就是你可以就是 其實你不管是本性之內 或者是居民之外 你的學生 當然要當兵器 不是當兵器 都可以選擇 這樣不是每個學生 那一定要做 那需要跟zyst 這兩個正在 就是你能不能去 這樣可以把 運動自己的學生 但每個年代 10我都能去 那麼多 很有可能 其實你不管是在地域內或者是地域外 你都會平時地去用剛剛的分析聯合去發展目標 或是台灣的這些社會傳染的東西 去試著找到一個你真的非常第二的問題 然後你就把你的學習計畫 繞著這個問題去進行就是規劃 我們在Join平臺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這個 高學院平臺的報告站的這個提案平臺上面 其實影響最深重的一些提案 最大的政策的想法人員 都是15歲的人體會 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們有找 就是有做一些文件的詞 我們發現平臺上面使用時間最多的是 就是人形曲線 就是15最上下的人都會最多 然後接下來就65最上下 你可能自然去年生就業 15歲的人很容易暫時不用去想就業 那65歲的人也不用去想就業 所以你們在這兩區年 就有太多時間在那邊工作 那所以只有這幾年 很會花相當多時間 就是去看我們所有的 在上面的就是每個預算 所有的重大政策 所有這個API 花多少時間等等 就是會花很多力氣去查書 我目前的政策 然後就會提出真相內容是 鼓勵的一個提案 我還記得當時我們開始做這樣 其實就是我們已經不久了 我們就收到一回提案 他的提案人 因為我們變去秘密 他的提案叫做 我愛他 像他 像他 像我 然後他的提案就是 要求全面心的去經營一次性的塑膠的習慣 然後這些東西 然後可能還裝了些還可以的影片 之類的 反正非常好招勵 然後一下子就有錢去去連署 然後在網路上也非常風輕的運動 然後換網出就必須嚴正一代 然後想說是哪個換的什麼 就是很厲害的獨立者 然後我們其實有一點要就是 就是慎重對待 那我們先做獨立一台 然後就來M15C的一個 就是小學時段 他的獨立小學高中生 但是這個高中生他的特色是什麼 他說為什麼會提起這麼問題啊 不是因為他充滿了使命感 你看什麼不是 所以說這是我們慕眠科的作意 我們慕眠老師 我說慕眠老師 要我們去做一個 然後想辦法去找一個 能夠幫助五千人的演出的理由 然後他就去做很多 他真的很認真 去做了定位功課 然後這位國外大學 我就找到這個題目 然後這剛好就是把玩家 對於一次性的這種塑膠習慣 對環境的國外 把它集中在 這樣子一個提案的主文裡面 然後就一下子就造成這樣發動 那當然結果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就沒有 就是塑膠的內容的習慣可以用 所以類似就是說 它真的造成政策的改變 然後就像我們上個禮拜 才去買的就是玻璃的習慣 就是有時候可以刷 這個習慣內部那種刷子之類的 就是那也有人去用各種各樣 像什麼甘蔗啊 還是什麼稻草棚啊 還是什麼之類之類 反正就是各種發發能 創意都出現了 那但是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有一個是五歲的人 他就想給了這件事情 那再選一個例子就是 我們最近才沒有 跟另外一位 也是成功號碼 五千多人的疑愛人 面對跟做下來的 因為他覺得公共法裡面 有一個漏洞 就是他配當多數的人 透過公共去 去剝奪少數的人 的基本人權 那這件事情 而且他也花了 非常多的時間 去把就是 兩公約啊 什麼東西 聯合國相關的人權的東西啊 去去進行討論 那所以 同樣的他也就有 非常多人 而且我們一看 就是他講得對 那所以 所以這個議案 目前也在發援 就是 聯合國人權公約 或者所有聯合國人權 新作業會 所做的相關警示 都不能在公共投的方式 雖然按照公約的事情 這些國際公約 跟國內卡是相同的問題 那你公投可以去挑戰國內卡 你會上去可以挑戰這些條約 但是我們了解到說 這些每一個 都是保護少數人的 所以 如果你就是 數人多的話 那一定數 因為看到別人就是少數人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應該要統合方式 去做這些權力的活動 那所以 同樣的職體會15歲的朋友 他的體驗做成這樣 我們會專門為他 那你搶一些多的說明會 所以 我要講就是說 除了我分成體質外 跟體質內質外 其實如果你的 起司廟 想是真的能夠 產生社會的 或者環境的價值 那其實 這個東西 它 對你的學習 對你的能力 一定包括 課堂這些委員 緣出來的課堂 因為 你有強調的學習方式 那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 就是 整個宇宙 整個社會 都是你的 你的助手 就是都會 幫助你找到 多多的資源 所以我想這個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這些其實你要想看 每天天前的社會性的行為 那這樣子 就不是只有你一個人的事情 甚至你自己 又可以找到你自己的這個味道 就已經在情報點上 沒有人同樣的味道 反而是 別人要跟著你 好你的人的味道 就像 被歐約於威名 我現在75歲 15歲 在這些 歐約於15歲的學生 那 另外一位康提議 這個 銳利變成 氣候變成做的 就是不夠好 簡單明明拿到 這個 把你公約的目標 所以他就覺得 一般不夠用上課 就會坐在 他們的國會 他都前年大課 那就是叫做 這個 那這個 這個現在 在整個歐洲 都非常 我不是要鼓勵大家 在歐約上課 對 現在當然有名的 在整個歐洲 就很多老師 就直接在學生 注意消費教學 然後去抗議政治任務 這個 就是不解決 氣候變成的問題 那同樣道理 也是他自己的起司 要想 透過這種社會行動 然後去激發 人之內的 熱情的潛能 所以這個 我想第三個目標 也是大家可以考慮的 有十四問問問 想要問說 對於台灣的學生的 競爭力 與其他要求國家 相提交為的一路 對於這個議題 有什麼看法 我並沒有覺得 台灣的學生 進程經濟的 相似較為不多 我想競爭力 也要分析了兩個部分 競爭力 這個詞 是從 就是市場經濟學 market economy 來的 在一個市場經濟學裡面 一個competence 這個 market 一個有健康的市場 意思是說 任何人都想到一個 新的解決方案的時候 不會被舊的 這個既有的人 去阻擔他的這個市場 解決方案進入市場 這個叫做競爭力的市場 如果一個 anti-competitive 就是 托亂斯 或者是 龍斑的市場 就是說 當你有一個新的主義的時候 你本來 各種公民 進行方式做一條 以至於地方配者 或者是 你的服務的 收取者 沒有辦法指導你的 這個想法 那所以 競爭力它是 這個詞本來 是用來形容 一個市場的個性 是用來形容 團體跟團體之間 或者公司跟公司之間 或者作者分口作者之間 能不能夠 有效的去把他們想到的 新的東西 傳遞到 就是顧客身上 簡單來講 它在描述的是 團體型的 它也是在描述 個人型的 那當然就是 因為有一些 社會大人主義的 一些 有其妙的市場 所以這個東西 到最後就變成 好像要來形容個人 好像是你考一來的 你考考90分 就比他有的競爭力 但是第一個 這個是 這個詞的誤用 那第二個 是說 你考慮百分 那很多事件 你把它評下去 這個能力 跟你之後 出社會之後 能不能主隊拿過來 解決社會問題 在一個高度競爭的市場裡面 發揮的話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因為大部分時候 我們在 主持一個團隊的時候 團隊內幕 你越一次互相競爭 這個團隊就越來越 然後到最後就消失了 對 所以重點是 就是協同合作的 重點是 跟跟人之間 各人互相競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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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完全沒有贏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競爭的音樂 總是被講之 就是有這兩個原因 所以現在我都經常 不講這三個字 因為就是你不知道 我還講的是 整個市場 可能會以為我在講課 所以我會覺得說 第一個就是台灣學生 協同合作的能力 去看到不同的價值 並且忠誠出共同價值的能力 所謂共和的能力 這個不要說 跟亞洲國家 全世界裡 都是並沒有任何 不會害怕去結合既有的人 然後去找到不同的價值 這強的能力 所以第一個 我完全不覺得教育也有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還強調個人 每個人 這些技能上映競爭的話 那其實現在各個亞洲國家 都在試著 不要再用這樣的方式 想教育 而支持他們的那個 就是 之前趕在這種硬勢教育 為了靠勢的教育 卡丹橋的最多 還沒有那麼快 從東京都很快出來 那台灣因為教育比較糟 然後實驗教育的最多較糟 所以反而是東亞這一套國家裡面 最早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 是我們還滿幸運的 一個長長 有十三位朋友想要問說 如果一個行為不違反反應違反 不侵害他人自由的前提 但是較為偏離 現代人路面的道德準則 如何在做與不做之間 做一句抉擇 所以有非常好的問題 這個沒有辦法一概而論吧 那大概簡單來講 就是說 即使你不違反反 有違反不侵害反而自由 你也要問說 有沒有可能 你的這個道德準則 它可以一定程度上 莫散 倒不是只有你覺得 這樣子是做錯的 因為如果只有你一個人 這樣會想 那你最懂的出路是什麼呢 就是變成藝術家 就是把這個東西做一個神話 然後變成來個內心上的 可能電影啊 漫畫啊 動畫啊 創作啊等等這些東西 但是人家看了之後 不一定會認同你嘛 但是可能只是覺得說 這個就是現代藝術 現代藝術就是看不懂的意思 那這個當然也是有可能的 那所以你如果說 你在做一個就是為他們 面倒的準則 但是我在做行為藝術 大概都會被認得 這個我們這個社會已經是這樣子 所以你是偏做的 但是它是非常個人性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的藝術 它進到了社會運動的層面 就是說你覺得 不是只有你這樣做合理 事實上你覺得 這樣子做 並且別人這樣子 不這樣子做更合理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應該要去想說 你怎麼樣去有一個 Bridge narrative 就是去 鬆動別人現有的人質 然後讓他 慢慢覺得看中的事情 但是你現在覺得 看中的事情中間 去做一個交接 去做一個整合 那這件事情其實不容易 那但是就像 就是金融塑膠新聞 那我朋友找到了 什麼很貴的什麼 照片一樣 你總是可以試著找到一個 更抽象片件的價值 好比想說 我們不要讓你秀上 其他科學家在五種頭面具 這樣子的 是這麼高的價值 你總是把他們當中的價值 然後去說 你看我這樣子一個 看起來無緣的法律 只是一個比較奇怪的做法 它確實是可以 達成你也認同的這個價值 那一旦你有這個條件 而出之後 你這樣子做不但會被原諒 而且還會覺得說 你零先實在 所以就是說 你個人性的 把它變成藝術 用生化的方法做 這當然是一個方法 那但是把它變成一個 社會形容 是可能對大家的目默的 更好的方法 所以無論如何都是要做的 那至於就是不做 那很可能只是在分開實際 就是分開說 你有足夠的 藝術的這個framing 或者是你有足夠的 行動的資源 但是如果你真的覺得 一件事情是對的 那即使它 違反普遍道的政策 很可能就是 未來之間的 會發生的 對不對 有十二位朋友們想要知道 認為韓國瑜目前的形象做得來 那其實最近當然有一個提名 我其實是跟他 不同的時間沒有很多 大概在五分鐘 沒有了 然後就沒有二十分鐘 但是總之就是我回去高雄 然後說要辦亞太設計訪問會 那那些對社會企業 是什麼能讓我興趣 然後就請他幾個去入獎 然後我們上個禮拜 才在高雄辦完社會企業訪問會 他的副市場別管事 然後過一去上個禮拜 所以算辦得蠻成功的 東方中市場別也蠻支持的 只是我在 德國瓦會致詞的時候 就用了一個香港朋友來這邊 送給我們的四個字 這個香港話叫做 就是利品發財 就是一個人 我那時候因為是用英文致詞 說他翻譯英文 但是說 Whose great purpose comes great prosperity 就是你如果要解決的問題是 包括全世界的素材垃圾 全球暖化等等 這麼大的問題 那因為全世界的人 都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因為解決這個問題 發展出來的商業模式 那就可以非常 反而有趣地進行下去 那所以說先利品在發展 我們現在這樣是這樣 那我覺得這件事 蠻能夠護云社會企業 就是透過商業模式 來解決社會環境問題的 這樣子的主張 那我覺得就是 也有幫助副市場跟 副秘書場當時在 是有點興趣的 所以我還覺得蠻高興的 那至於他的具體形成作為 因為我覺得 不是高雄人 所以我其實沒有什麼感受 但是最近開新聞時 確實是很多 11問朋友問說 當然也是嗎 但智慧財產權是只有衝突 我想這邊也作為一塊天然引擎 就是智慧財產權 這五文字 它是 維克斯坦叫做家族相似性 就是說 它這裡面有非常多不同的東西 你這些東西中間 沒有任何不同點 但是因為這些東西 看起來有點像 所以我們全部加在一起 智慧財產權 智慧財產權裡面 是有專利 就是你發明的一個 是在做法 你不准別人做 但是你不准別人做這段時間 你免得他怎麼做 公開給別人 所以這段時間結束 這段時間就可以做了 這段專利 以及著作權 就是說 這都是一套新的做法 只是一種表現的形式 別人可以用不同的表現 來表現這個做法 但是它不能成為超迷的 這段著作權 那還有商標 就是你的 你把一個字或什麼東西 畫成大家都 就是覺得 你看就知道是你的情況 所以別人不能夠 把這個東西去做 那或者像說 營業名秘 營業名秘就是 你在經營家公司的時候 因為事情不想讓外面的人知道 而且所有的員工都簽了 EA 這個時候外線的人 那就是外線這個公司的名秘 或者是經濟的路 我還可以講一下 對嗎 但是就是說 每一個都是智慧財產權 而是每一個要保護的公共利益 保護的辦法 它的期間標準 全部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智慧財產權 是一個很危險的概念 因為它就是把完全不同的東西 全部都混在一起講 那開門也是 這個概念 是從著作前來的 它就是說 我做的一篇作品 理論上也可以交叉 但是 我在上面附加一個 導件 就是像維基百科 我在上面附加一個導件說 只要 你願意也讓一人抄 我就讓你抄 這個叫做消耗方式分享 所以維基百科上面的每一篇文章 任何人都可以改作 你都可以隨便去改它 可是你改過的那個本分 你不能過去禁止別人改它 那所以這個就叫做Copy left 它就是Copy right的版面 所以叫Copy left 跟它還是沿進在著作權上 如果沒有著作權的話 那麼也沒有Copy left 所以 開門也是把整套 是加在著作權上面的 但是 它跟事情有重突 它跟專利就有重突 因為 如果你把一個事情的做法 整個都判定起來 那麼 對方不管它怎麼去跟別人的表現方式 它還是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 黑暗員市場的廠商 都 其實我也是請求的一部分 都加入了這種開門破 就是 我們把我們所有的事情 然後傳遞 全部都放在一個 鋪出動攻擊敵人 可是 如果有人到我們 我們就告訴他 等等這樣子一個 就是 不想保證毀滅 這樣子一個叫做Defense 開門破裡面 那為什麼我們 被逼得要做這種事情 就是因為 轉禮法的關係 所以 開門員市場跟專利是 比較重突的 那跟其他別的 因為 今天不是他去挑釁 所以他沒有辦法 還可以再講 但是就是說 開門員市場是建立在 途律政法上 但是它跟專利法的進度 是比較嚴重的 而實問 開門想要知道說 開門即將進入高齡社會 可不可以用 資訊科技的角度 來說明 對這場人口轉變 所帶來的影響 跟所帶來的傷心 或者感傷的問題 我想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是說高齡社會 它的Mobility 就是 就是年紀大的朋友們 其實他最需要的 就是讓他實際 住在運用的要求 跟滿足 但是不需要太 讓他的身體 這個動的太多 像我今天中午 才在我的剛剛那個辦公室 設窗中心 本來他的二樓 看一下我們的二樓在哪裡 對這裡 就是他本來 可以看到有兩個二樓 這兩個二樓 它是沒有不同的 所以你如果要從一個地方 走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得下樓 走到這邊 然後再把樓停上去 但是從今天開始 我們這邊 開始有一個空橋 就是空橋非常的 畫的那樣的欄 但是你一旦可以理解 就是我們拆了這兩個欄 然後再重點加了一個空橋 那這個空橋 再配上 在這邊有一個電梯 那重點是說 即使是做的 有移植外賬 我今天中午是跟 一個99歲的一位 就是老師 他就是專案畫 書畫然後表況的 他們的這個書畫表況協會 每年開兩次年會 那他們就會想要借我們的這個空間 但是因為他們年紀都變大了 八十歲九十歲 所以以前空施塔樓梯 就是一個非常痛苦的一個工作 那所以現在因為有電梯 再加上有工橋 所以這件事情就稍微好一點 那但是如果 就是他年紀再大了 比如說我外公已經101歲了 就是他連出門都有些困難 就是都只是做了一點 那其實因為我四老都還在 所以我就常常就是我去歐洲 我看到一個城堡 或者是去看看什麼衛衣 或怎麼樣 我會用一顆球 就是360的那個 攝影機把它拍下來 或是有人幫我VR 借我們香港 看到模型回來 然後回去之後 我就會把那個HTC Live 就是那個VR的裝置 直接就是帶到我阿媽頭上 這樣子 然後就跟阿媽說 我們去哪裡去哪裡這樣子 所以他是不用出門 事實上動都不用動 他就可以去 去經歷惟宰歐洲這個演講 然後惟宰歐洲理由 什麼這些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原因 是讓我們有更多的 某種的生命經驗 可以互相討論 所以我想 資訊科技 回去就是五軍 就是未來你到 任何地方 就算沒有WiFi連線 就算不是 像我們在這邊定點 黃線的連線 你都只要要升級 就可以即時的把你看到的 甚至你聽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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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其實是非常有幫助的 即使他身體上面 有各種各樣的困難 但是他還是可以像 就是阿達達那個電影一樣 直接在或是上 他來跑去 一些或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 那所以這個就是 我想 咨詢科技 尤其是五軍 這個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那第二個是 就是醫療 目前很多老人家 他們只有在可能 一個禮拜一次 兩個禮拜一次 人診為診的時候 才跟他的 就是主治 問和人診 談他的情況 但是其實我們的 診所的數量 是非常多的 好像是 多的 所以其實這些 是很可惜 就是如果他一次去之後 他可以就跟這個醫師 產生一個長期的關聯 他隨時不管 那麼慢一點好用 現在那個流行 可以叫什麼阿福報 就是直接 人機器人換他 旁邊那個機器人這樣 化療 用什麼樣的方式 隨時都可以 跟醫療資源 進行去聯繫 那我覺得這個 也會讓我們聽到 他的就是主觀的信心 因為 我會覺得好像 一定要拖到下一次 他隨時的 各種生命狀況 都可以有很多關係 那這件事情 其實 諮詢科技 大概要兩個要解決的 一個是聯繫互動 就是 現在的情況下 如果你需要 語音控制的話 很多人家 還要被迫 學習自身腔圓的國運 突然的話 可以還是進行不同 那結果我們是 用一些 就是 經費 尤其是現在國家語音 發生好通過 我們可以確保說 他不管是想特意 台語 或者各個原住民族語言 那未來 我們都可以 去放語音字 然後他能夠用 他自己 熟悉的方法去 跟這些語音 來連來互動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原區診療的這個辦法 必須要去放牌 那現在已經 放牌了去年的事情 以前 透過這種 高級許多的視訊 遺症還是不能做出處方 不然就是 有點像秘密這種行為 那但是現在就是 我們放牌之後 他可以透過這樣子的原區 就做出一定的診療 或處方 那接下來我們會把 心理事啊 這些部分都放開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也是會要照顧的領域 那如果提到 就是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 我覺得數位 也可以幫你 蠻大的忙 就是我們可以在 就是老化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儘可能的讓他們 也還是覺得 對社會有參與感 那不管是 非常強的參與是預算 如果大家在PR裡面 一起去做這個 就是要蓋什麼公園嗎 或者是要做什麼 那樣子公文檢測 討論 生意等等這些部分 其實很多長輩 他是有非常多 在地的智慧 如果你有分別的長輩 一起玩過那個 那個 經歷暴憲鬥 經歷暴憲鬥 是不是 大概就有點了解 就是說 不同的輩分 能夠講的是不同的 可能年輕的這一輩 能夠講的是 這些暴憲們 他的歷史 他的故事 在什麼地方有什麼 舞蹈嗎 就是長輩也是 可以吃個總統學習 但是 那長輩們 能夠分享的是說 為什麼這個 這邊抓得到這一支 是因為這邊 事情是一個 或者是說 這邊開始執行一個 兩面運電器 但是事實上 他在過去 是什麼樣的 一個選順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 雙方都可以去 分享對方朋友的經驗 但是 也沒有任何地方 能夠去報名 去說 連方上次的經驗 就只有 只有我可以講的 只有我可以用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從資訊科技去 讓這個社會 參與變成一個 就是 跨世代 都能夠去參加的事情 好 那我想最後 一個問題 有時候 為朋友們 想要問說 對於中國情況下 不斷地使用網路戰 來攻擊我國的民主社 可以嗎 想請問我國會員 對於我國 應該要往什麼方向處理嗎 這要我四分鐘 沒拿完 這個 然後我已經有簡報了 OK 對 這是我在 這個 華盛頓DC的 兩份 這叫 Defending Democracy 大概就是把我們所有政府 或什麼的做法 來做的一個訪問 簡單來講 就是說 確實有系統的 去造成 This Information 是越開放的社會 就會越 遭到影響的 但我們目前 已經有一系列的 行政措施 原來事實上有修法 來處理這件事情 但我們處理的 不是爭議訊息 我們處理的 也不是合理的傳承 我們處理的叫做 Intentional Harmful Untruth 就是 不義 虛假 偉害 惡假 這三個全部都 符合 這個才是 我們所有一的資訊操作 而且這個 特別講的是說 是對公眾 對民主制度 本身有危害 不是對特定的 政治人物的形象 很危害 如果只是對政治人物有危害 就是很好的記者 就會就可以做出來了 甚至 他要對社會之間的互行 有所危害 其實我還是對公眾 不是對民人的 那台灣在我們旁邊是 有一大堆 就是言論自由 有機會自由 跟結社自由 都不太行的 一些國家跟經濟體 那 日本好一點點 還是翠綠色的 其他都 其實就有點難得 對 那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叫做Civic Cosmolation 它是一個 線上的互產 任何國家 又對人權 不管是經濟體社 自由的 就是暴力的新聞的時候 在上面就會寄上眼底 那 你寄上去 你就會扣分 扣到一個很長紅色的 像紅色的 對 那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台灣其實是 從這一代 一直到非洲 唯一一個 福利オープン 就是我們對於 新聞自由 言論性的這些自由 是沒有限制的 你不會 因為就是 攻擊國家引導人 而言論 而有任何恐怖 事實上說 離開 那個人說好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為什麼 採訪是這樣 是因為 在我還記得 戒嚴的時候 因為我年紀大的 年紀都還記得 戒嚴的時候 戒嚴的時候是怎麼樣呢 就是 你講了一些 就是 不好聽的話 可能就會非常水標 或者是說 如果你 如果你這個 可能寫一些作業 前面忘記控格 忘記磨胎 或什麼之類 可能就會被糾正 那如果 如果 不小心這個翻譯 一些大英雀首的漫畫 然後 這個用錯了翻譯字的話 可能就會被關起來 然後就是 後來就會被消失 其他也沒有很難想像 我們各地 有一個一樣的問題 那 但是當年紀念的時候 是這樣子 所以 我還急著紀念的時候 人就不會喜歡 那樣再回到的那樣子 因為那樣子真的蠻難的 那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只要 大家都還記得 紀念是怎麼回事 或者是 像你們這一代 還願意去了解 紀念是怎麼回事 當然就會統一說 自由的排放 是核心價值 所以核心價值 就是你不要 別的東西去換 別的東西來 是不會能換的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研發出來的 被抗資訊操作戰的方式 它就是適用在 更多的國家實際上 紐西蘭 澳洲 北歐 美國 加拿大 這些言論自由 跟我們差不多的 這些國家 就可以來運用 我們解決的這些方法 所以接下來一分鐘 就跟大家講一下 概念的那些方法 第一個 就是每次謠言出現 我們正次那邊 謠言的時候 現在各國會的專業的小朋友 要在六十分鐘之間 做出一個 比那個謠言的 感染力更高的 是我們國的演藝 這就說什麼 就是一天到一天 農業長 在我們黃金光的方法 保證測 或者是為什麼 趁一萬通話 去上國的演藝 大概就是類似這樣子的原因 所以那這套 其實真的蠻有用的 像那個 就是文旦之亂的時候 那個農民會 瞬間就把索列做出來 然後大家就 一下就知道 這是資訊操縱的結果 所以我們的觀察就是 如果六十分鐘之內 就把你的素材轉出來 那大部分的人會先看到這個素材 再看到謠言 再運行按揮一秒 這樣就不會受到 一個人的影響 但是如果您等 六小時 那就已經來不及了 謠言 就已經到處做事了 第二個是說 我們有做一套 叫Nopis & Power Nopis的系統 這套系統簡單來講 最像Line Line上面 是不能開起來 就是任何人的訊息的 因為它是連對聯的加密 但是呢 我們現在跟Line合作 Line很快就會推出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長按一個訊息 然後說 你要檢舉它是 就是一家訊息 那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是從 垃圾詐欠件來的 別人送給你的E-mail 你會講 我家裡不能開拆 但是如果你說到 現在是地獎的 哪個公主 有五千萬萬元 什麼這個 有什麼招呼可以放 什麼之類的 那個大概就說 垃圾詐欠件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只要在 你的E-mail 信箱裡面 按那個 Flag and System 它就會被送到 一個國際上面 一個Span House 一個組織 那這個組織 那這個組織是要 足夠多人舉報 垃圾詐欠件的訊息 我也要記得 他在記者郵件 還是會記到 受見者的現象 所以不是言論宣傳 但是 他會跑到一個 叫垃圾詐欠件的資料牆 意思是 如果你之前很多 你還是可以往往去看 但是他會 收穫回到 可以到你的時間 所以 那這個時候 我們其實第二關 就是 只要有足夠的人 檢舉一個訊息 它是這樣子的 假訊息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被送到 台灣市場的東西 市場的訊息 市場的訊息就會去 進行查核 查核說 他會公告說 這個是假的 那這樣子的話 在Facebook或其他社群媒體上 他們就答應 可能大概六月一開始 除非你只有一個朋友 不然的話 Facebook就會顯示 別的訊息給你 就是說 這個就跟 貓勒斯有些資料加一樣 就是說 他偷了這個人家訊息 那你如果只有自己 有朋友看 就離開邊緣沒辦法 Facebook只要把 顯示給你看 但是只要你有第二個朋友 Facebook會給你看別的 我就會給你看整個 當然就是說 這樣子一來 這個訊息的傳言 會降到本來的 我們只能夠到 所以這個叫做 Facebook會給你 那當你實際去找到 那一則訊息 就真的點進去看的時候 這不是查記嗎 所以他還在 那上面會有 Facebook會說 事實上 中心已經查到這個為錯誤 請看自己 也了解個人多 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說 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會引爆特別的系統 那這套特別系統 是 就跟政治陷阱一樣 當然你知道 台灣有政治陷阱法 第二個人在 捐給候選人的時候 候選人都必須 逐筆的去公開 從今年開始 他會用失算表的方式 讓所有人 都可以vpvp的去查 對付費持有的 自由監察委員 才能做監察的工作 但是就是因為 我們去年 有新的政治陷阱一樣 我們就發現出 尤其是境外的這些勢力 他想要捐給候選人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 再做政治陷阱 因為每一名都會被公開 所以他怎麼辦呢 他就去幫他來廣告 買Facebook上面的 針對性的廣告 去各種各樣的部分 去買行銷 公關協手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 在接下來 我們已經在立法院 有一個草案 希望趕快通過 就是說 在競選期間 所有付錢幫候選人 打廣告的事情 視乎政治陷阱看看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付錢 或是Facebook廣告 或是在媒體廣告 或是也可以問隨便 只要你以前 給了傳播媒體 那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這個算是 其實是限制的 揭露 允許主義揭露 第二個只有 很多人可以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 也只有很多人可以圈 那第三個最危險的方式 是他也 你每一關都必須結合 你上一部首的資金 是哪裡來的 所以如果有進完資金的話 那他會不做對勤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有哪些媒體 或者公關公司或什麼 收了今晚的資金 然後去幫特別的候選人 打廣告 或是去摩培的點候選人 的話 那這個是有新法的 所以這個就是說 在不進程的情況 特別保護這個民主制度 不要用政治信心盤太多 所以大家都保選廣告的方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 剛是這些對峙的方法 那主動的來講 就是我剛講的 所以是你想到什麼 新的政策 你就決定吧 那你如果覺得想要這個 到社會創新的執言 的東西來看 我們一個禮拜三 其實我都 隨便都可以約 我40分鐘的時間 那時候我都可以 4小時 我就時間到時間 都在那邊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 那或者想再給他 找朋友 來演講 那之類 所以在這個過程 我們可以培養 做彼此之間 即時回應用的 這種執認 這樣子呢 就不會說 要下去的政府 一定幫忙地緣 我們約才會一個公文 而是說這樣其實 現在本身 就可以讓我演比較難 這個獲得 那當然我們有很多 民間的朋友 像一個叫真的家 的一個Lightbox 像一個叫連獄 像一個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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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是一門 真的很好 的生意 就是很多人都在做 這方面的事實上 的工作 這部分我們一起 經常跟他們合作 但是最重要 就是教導大家 到底媒體在產生 這些訊息的時候 他到底在想什麼 那這個就是 我們就是花了大家 那睡前 開了一個具有公共意義的 宣告片 叫做 The World Between Us 就是我們威樂的距離 那只要在上面有看過 尤其是他的片頭 和那些 也真的會說不起來 很難 很難就可以了解到說 網路上的一個操作 是怎麼做的 然後以及 實際在媒體裡面工作的人 那到底有哪些因素 在影響他的framing 你如果看過之後 其實你到底 就真的是 打了一個地底毛病 在看這個 一個新聞的時候 就不會把朋友去相信 你會想說 這個到底 這裡面到底是 誰在怎麼樣的作用 所以就是 就是 High Quality TV Series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在新特段裡面 當然也會有 未來更多 這種去分進媒體 所有的東西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如果把 這種惡意的假訊息 當作是一種 傳染或者流行的 就是心靈的流感 或者是心靈的出溫 按照這個 不同的情況 我們在 對讀他的時候 就不是把它當作 好像移居這樣子 因為你去把 病毒當作移居是沒有移居的 他都不是人 他也沒有辦法 跟你去進行這個對話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 讓大家心靈 不由自主的想要 轉穿出去的 這樣子一種病毒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 都是用流行病缺的方式 就是剛才講的 就是先確保 每一個人都可以 即時的證據到 我們看起來的 真實的部分 又是 就能轉給大家 然後在這個中間 不斷的跟 Nine Facebook Google這些大廠 一起合作 去把這種 即時的警示 這個方法 即時的去 轉過到大家 身上的一些 就是舉報 這個 各自詐騙有限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 然後最後就是 如果他竟然在選擇 一些大規模的 把錢來使用的話 那我們去修改 要去辦法 公投化 讓這件事情 才能辦法合成 所以以上就是 我們處理 這件事情的方法 所以也唱說 乾脆七分 我們繼續就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很期待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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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